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来看一件客户定制的厚牛皮的 大概有1.2的厚度 整件衣服大概有六七斤重吧 因为还加了一个超厚的内胆 以蚕丝面的内胆 外面用的的话是这种 这个皮啊,固色效果非常好 基本上穿几年都很少会脱色 皮料厚度是1.2 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厚的皮料了 我们海银是基本上做不了很厚的皮的 因为做厚皮跟做薄皮 它这个针角及机器线之类的都是不一样的 1.2对于我们来说是极限了 再厚的皮基本上做不了了 当然你要看款式啊 像这种几层叠在一起的列装 或者机车款什么的 基本上1.2是极限了 再厚做不了了 如果是那种普通款只有两层的话 两三层的话 基本上能做到1.45吧 像这种款式的话1.2是极限 但是一般我们不建议就这么厚的皮了 整件衣服穿的也不舒服 基本上最有质感 而且耐穿耐磨 舒适也舒服多的话 就是我那个0.8到0.9左右的这个厚度啊 当然越薄肯定越舒适 但是它不耐磨 质感差一些啊 今天这个款式就是这样一个列装 756公分长的吧 然后金属的扭扣 YKK的拉链两条 外面就是这个陆皮的 这个皮太厚了啊 做的时候我们功能断了四根针脚 而且还很费力啊 由于这个皮太厚了啊 这个扣子都不好敲啊 扣子都不好敲 用的是阴阳扣啊 下面 扣子都不好敲 敲了好久 而且有点稍微位置稍微有点 缩了一点点啊 因为太厚了这个皮 这位就是前面啊 然后看一下后面 然后这个是后面啊 后面的话是一个十字交叉型的 就是最标准的形式啊 也是看看这个皮料的厚度啊 你看 也是立直纹的 这种皮不会皱的 我直接拿出来 太厚了 它也不怎么皱 直接扔在车里面 它也不怎么皱 因为皮料很厚嘛 越厚的皮 它就越不容易皱 这个就是后面啊 然后来看一下内胆 这个就是内胆啊 内胆的话用的是一个可脱械的 两层商产式 下面一层商产式 用了两层商产式 所以它的厚度是比较厚道的 一百多克的 然后用的是一个拉链的 这样的话春秋天也可以穿 冬天也可以穿 而且是加厚版型的这个内胆 这个商产式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比较死牢的 反面的话是用这种 然后上面是一层礼布 可以装单一层 也可以到工装穿 这个就是内胆 这个东西 有点 有点 谢谢观看